我吃崩潰飯的 我懂得吵架的 我懂得吵架的 我很喜歡看他們兩個 在畫面上 我不知道 我看到他們那麼慘 大家好 我是張家輝 大家好 我是林昭儀 大家好 我是梁樂施 AM730的讀者 希望你們去戲院支持香港電影《爆裂點》 《爆裂點》12月8日 大家好 大家快點捧場吧 這九年裏面 他去了第二個方向的發展 這種爆裂點的本土式的警匪片 坦白說 這個才是他最強的強項 這麼多年沒有了他 表達不了很多東西 因為他相信我 他知道我想做什麼 還有他也很感受到我想做的事 而他去做 我們經常有聊天有說的 回堂 他說最恐怖的就是 回了你也不知道 回了也不知道 那我覺得 很害怕 他一直 沒有 他沒有 我看到你沒有 我看到你沒有 很多人都有這個情形出現 是啊 好像電燈膽 兩個孖寶兄弟 很有這個兄弟情 是啊 不就是媽寶兄弟 香港演員 女演員其實現在都不是那麼多 再者我覺得 Isabella 其實我以前看她出道的時候 其實是我很深刻的印象 我覺得 她這麼久沒有拍 她以前給大家的印象這麼深刻 我覺得 觀眾有期待 當我知道 Lando找我的時候 我都嗚嗚見 林超然 林超然找我演戲 動作片 我都話一聲的 大家認識的她都是一個很斯文 很文青 或者是一個很有potential的女演員 但其實 很有potential 都不是見過她 施展過很多不同的一面 給大家看 你想想不到她去做一個讀師 她又給她做 這件事不是很新鮮感嗎 她包得來又很飽 都是個角色 應受這個女讀師 她又被人出賣 背叛 其實都是想這些情緒 而去演 又沒有想太多 我很喜歡看她 她們兩個 在畫面上 我看見她這麼慘 每一次演完那些 很崩潰 很傑斯底里的部分之後 都自己好像 將一塊貨物 搬離了身體 很重 對 然後她還有幾件 說大哥 搬得很辛苦 就先搬過去 我吃崩潰飯 有什麼heavy drama 不是讓我幫你吃光 她喜歡吃這碗飯 其實我覺得 有時演這些戲 可能跟我平時 比較沽僻 我又不會跟別人說很多話的人 自己自身的情緒發洩 有時的興趣也沒有 有時往往通過演戲 可能是讓我抒發 我發洩到自己 有時我 譬如有時無緣無故播放的歌 自己不斷站在那裡唱 又唱不到那麼高 又不斷唱 駕駛車 又唱一首十八首 人身好像舒服一些 你有沒有試過 自己在想 對 舒服一些 你舒化一下自己的情緒 我也是 駕駛的時候 啊 起色形那麼長 有沒有駕駛的時候 練一下那個樣子 不是 我很害怕 突然間有車看著我 啊 其實你這部戲都是想跟觀眾溝通的 那你用什麼跟他們溝通 戲裡面雖然我要他們 每一個角色都要經歷 其實每一部戲都是 經歷得這麼 大家看到都 哎呀 拿著這樣 但是 到最後 他們要做的那樣東西 好像這個戲的主題 我們都說 為了家庭 那他最後都可以為了 就是每一個人都會有一個 臨界點 就是我想是 就是用這件事去 將一種我們 一個人的 天性 就是保護你身邊的 最重要的人 我想就是家人 就是 那個觸發點是 在家人裡 因為又是 就是 又是 一個媽媽的身份 就是你說我好地地 但是如果你當我 說到我媽媽 或者 我兒子的話呢 那我就會爆 殺人 當然要 這些東西 是不是人都不殺 撕開吞落草 當然有 所有親朋友 戚友都是 你最好近身的朋友 你的家人 如果你說我好地地 如果我聽到你說他 又不行 你明白嗎 是不是這樣 我現在這一刻 就是 因為那些小孩 十多歲 反叛旗 我是低聲下氣的 是的 我已經低聲下氣 現在跟他們的感情 是很好的 就是 朋友 大家有雙有兩 他們說 動作片 是的 因為我給了少許片 給那些小孩看的 一定要拍這些片 很精彩 打、罵得很精彩 其他那些很麻煩 最重要是多些溝通 又不要說 那麼容易去 就是用你自己的意見 你要墮入他 看一下 我是你 我都會這樣做 因為媽媽跟他關係好 但是有一次 他傷害了媽媽 那我就不行了 我就不行了 又爆你怎樣了 是的 但是都是忍住的 當然不能用罪爆那個 但是 會嚴厲 會嚴厲 都要的 是的 你的嚴厲是怎樣的 不要這樣了 下次 哈哈哈哈 他們的方法我都有 但是我耐心在滴血的時候 聽他們說 我是朋友 他們說一些我滴血的東西 我仍然說 噢 那最好不好 哈哈哈哈 這樣 那就是 是嗎 噢 是的 那我以前都 什麼 最好不好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 我跟他好像有少少微妙的關係 那種感覺 我覺得都挺浪漫的 不過最後都堅塞不了下去 那 我一向都覺得他處理這種不露骨的 的男女那種感覺 我又喜歡這種的 其實 就是 不知道有少少微妙的 那種感覺 也有 也有 也要打的 也要死的 哈哈哈哈 特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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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興趣示範 有 吵架的 你會吵架嗎 死八婆 他剛才說我會吵架的 我會吵架的 哈哈哈哈 陰性 特別取向 也很糟糕 我跟他那張照片 簡直是 我老婆說是情侶 哈哈 這些都有人做 我們繼續爆裂 我做的那些 現在很流行的心的手勢 我都不行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